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海芯 海芯通常我們知道營養價值很豐富 因為它是低脂肪 所以吃起來口感很好 加上人人都說是很有健康的感覺 因為它的膠質非常豐富 通常市面上的海芯 有託心、療心、刺心 甚至現在我們為大家介紹這隻 就是南美洲的竹心 竹心是在一個非常正的天然環境中生長 所以是力污染的 吃起來更加放心和健康很多 通常我們要看到那些竹心 買回來就是這麼小隻 就是一隻手指這麼小 但是我們經過浸和經過法 再加起來 是要再做一個叫做胃的程序 竹心就變成大了成五倍這麼多 海芯是怎樣處理呢 通常買回來的海芯 就算是同一種品種也好 你都要浸它 起碼兩天 浸完一天之後 你就要換水 再浸多一天 甚至乎 我試過買過一種海芯 浸了五天 它才軟身 所謂軟身是浸了它之後 我們是可以用剪刀 剪開它的肚子 剪開它的肚子 然後就會發現 它的肚子裡面 是有很多沙 或者是腸 這樣的東西在那裡 我們要把它全部洗完之後 才可以再做第二個步驟 這個已經浸了兩天的海芯 我們就要把它洗乾淨之後 這樣就可以拿來出水了 所謂出水 我們是要把它放在一個鍋裡 水是要過免水 然後我放了薑蔥下去 把它煮滾了之後 不要揭蓋 有它自然冷 之後就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是很乾淨的 但是你也可以感覺到 現在我用這隻竹心 肉質是非常之厚的 這樣如果是全部處理好了 出水了 你就把竹心 放在手上 所謂抖一抖它 你就會感覺到 這個比較硬 這個比較軟 比較軟 比較軟 我們可以用來炒 或者用來做涼盆 硬身的可以用來炆 或者用來煲湯 還有如果是 你一次過發了這麼多海芯 吃不完的話 怎樣呢 你就用一些硬身的 就放在一個三文字袋裡面 是放在冰格 下次要用的時候才拿出來 那問題是 為什麼要用硬身一點呢 因為呢 如果你放在冰格的時候 它會有好… 就是冷了它之後 它會有很多洞 就變成一支支 好像那些冰條在海芯裡面 到你一解冰的時候 如果本身的海芯已經很軟了 就變成整個海芯好像爛了一樣 但是如果是硬身的海芯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到你下一次用的時候 你就拿出來 解凍之後 就可以用來餵它了 怎樣為之餵呢 因為現在我們這些海芯 我全部可以餵它之後 我一些可以用來做涼拌 一些可以用來炒 所以我就全部拿來做了餵的工作 就算它是軟身好 硬身好 我兩樣都用得著 我就不怕一起把它餵了 拿上手 你就會感覺到哪些是軟身 哪些是硬身 好 那餵的程序是怎樣呢 我們拿一個鍋 就用少許油 要加薑片和蔥 這樣用來餵它 餵完它之後 那個薑蔥可以丟掉去 而那個海芯 就隨時都可以拿來用的了 我們放了些薑片 可以先試一下油溫 現在看到它 就只是少少反應而已 這樣就可以知道 這個油究竟夠不夠熱了 蔥就沒所謂的 因為我們是拿來用它的香味 以及辟了海芯的腥味 因為這個蔥裡面有水 所以它就會有很大的反應 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用薑和蔥都出味後 蘸走才放海芯 這個動作我都想和家庭主婦說一下 有一個盾牌在這裡 所以你不用怕 有一個鑊具在這裡 可以幫助到手 讓油不會彈到你的身上 這樣我們是聞到薑蔥的香味 真的很香 這樣我們就開始蘸走 蘸走的動作可能會比較 好像令人害怕一點 不過也不用怕 聞到薑蔥的香味 我們蘸走 然後就把海芯放進去 這樣就為了餵了 蓋著它 一會兒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聞到一些 很香很香的薑蔥酒的味道 我這個蘸酒是蘸紹興酒 這樣把它 將海芯的稍微腥的海水味 把它披走 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個海芯 真的是海芯很受濃味 這種海芯可以用一些醬汁 或者用一些比較濃的味道來處理它 就絕對是不適合用雞湯 或者清湯來處理它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把它 這樣處理過海芯 那它的味道已經是響到 我們不需要下味 比如說如果我拿兩三條 拿來做涼拌 那我才用涼拌的味道來處理它 或者我要拿來炆的話 我就選一些比較硬的拿來炆 這一個所謂胃的程序就完成了 但是問題是 你不要捨不得 因為你會覺得 那些海芯這麼香這麼漂亮 是不是應該 留在那些豆和薑蔥 其實那些全部不要了 這樣餵過的海芯 你就一定要用 不要再放入冰箱 我剛才說的放入冰箱 就是在未曾餵這個程序之前 我們可以選擇硬身的放入冰箱 夠軟身的就可以拿來炆 拿來煮菜或者涼拌 因為大家都知道海芯的營養價值的話 就可以吃多些海芯 還有人人都說 它的營養價值豐富 所以身體健康些 就不容易得到感冒 好了 我們處理好海芯之後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說一下 如何變化出一些菜 出來 我請介紹一下 再見